其实在当天的早上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用传送了案件资料给他的秘书 这位秘书呢 是大概跟了他有十年以来的一个新妇 一位男生 那后来就发现到 哇你既然用LINE可以直接传送这个东西 就代表说早就已经有管道 知道检察官他要侦办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大家就觉得太匪夷所思 太不可思议了 就是他既然是有管道 事先就知道 所以他也知道他该如何做一个应对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觉得 哦这很顺利的交保很顺利的交保这样 那你郑文燦你可能也怨不了别人 如果你真的确实的你收了汇款 然后真的有犯罪的话 那也只能公事公办 就是法律上该怎么走就只能怎么走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大家有发现到的 诶好不好 郑文燦接下来到底该何去何从 会不会就这样就这样在里面 就直接这样在里面 那你说后续的话 可能民进党接下来还要处理的一些这种 小鹰男孩啦 或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被点名的对象 现在大家可能也是有点刺勒蛋 真的是刺勒蛋 必须要先讲到是我们的郑文燦燦哥 在昨天的时候本来我在节目里面讲 他本来还在开机压庭嘛 结果没想到过没多久之后呢 结果就直接出来了 他竟然没办法再被交保了 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办法了 原本大家还在有一点点的想要看他说 如果再被提交保的话 他又要用多短的时间能够来 求到这个交保金 所以本来大家正在想的一个句嘛 但没想到就直接这个到看守所去了 那所以后来 这个桃园监狱这边了 他们马上就说 哦 便当都准备好了好不好 马上就想说你们动作也太快吧 是完全不给人家留点情面的感觉 就好像就是已经等在那边了 所以这是昨天晚上非常大的一个状况 然后大家马上就整个社群就直接炸开 大家就非常热烈的做一个讨论 那我们就先来看了 现在是这个最新民调这边有去讲到 就是台湾民意基金会这边的一个民调 有显示出来最新的一个数据 那也发现到说呢 在这个对于郑文灿他在任内 然后有涉嫌收贿这件事情 就去问了一下民众嘛 就说那你对这件事情意外不意外 好 那感到意外的呢 大概有四成 然后有四成四是不意外 不意外的还稍微多一点是 好 就大家可能原本都多多少少 都有听到这个郑文灿的风声嘛 然后包含在之前其实也有立委 就有去把他过去的一些案子 其实有把他点出来过 只是后来都不了了之 所以可能有些民众也觉得 对啊 这个印象其实就已经在脑海里了 所以最后被判出来 被抓进去了 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意外 所以其实有四成四是感到不意外的 但是呢 对于这件事情 觉得会不会对于民进党政府的信任感 会降低呢 三成九觉得会降低 但四成一不这么认为 所以其实相对的好像也 就是也没有到差非常的远 但是呢 尤英龙董事长这边 其实也有讲到 也就是说呢 其实郑文灿这个案子 可能已经冲击到了八百万人民 对于民进党政府的信任感 不管怎么样 虽然说三成九 比四成一稍微少一点 但是呢 还是有这样子多数的一个民众 还是认为说其实这个案子它一定会对于 民进党政府大家的这个信任感可能就会开始有点 不是有点 就会大打折扣 会大打折扣 所以这个是在今天的一个民调有释出来的一个警讯的部分 好 那昨天呢 其实大家也非常非常的关心 也就是说它到底第一天晚上要吃些什么呢 那所以昨天大家就开始在看那个菜色嘛 大家本来想说所谓的便当是你知道我们一般吃的那种纸盒装 然后有分格子的 有白饭跟可分几格小格的菜的这种 这个叫便当 然后后来大家都看了一下说 所以便当是用碗跟盘装的 就它等于说把便当拆开来 然后呢 把它用碗跟盘这样子去装 好 这个菜色我不多赘述 但里面有一些比方说像鸡翅啦 然后炒空心菜啦 然后大家就开始说鸡翅 什么意思 岔翅南飞吗 然后大家说不是 这个炒空心菜是什么意思 说清楚喔 炒空心菜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怪人家灿灿说吃不下 只吃了面包不想吃了啦 看到炒空心菜没胃口 然后大家说这个简直杀人诛心啊 好不好 炒空心菜 空心菜呢就是一般大家可能对于这个 蔡英文前总统当时的一个 戏虐上面的称呼喔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哇 这个是刻意的吗 竟然还给他准备了炒空心菜 所以那个时候就说 欸我们便当都帮你准备好了喔 然后灿灿就说 我吃过面包了 今晚就不吃了 所以他就只带 他买了一些请具就枕头啊 然后这个棉被之类 就是带了他的请具进去这样走 所以他说他不吃了 今天早上呢 应该是吃这个黑糖馒头 然后跟美阿辣还有这个菜蛋 他早上也吃比较清淡一点 所以这就大家开始比较关心他说 他进去都吃些什么 然后过得好不好 因为他毕竟也是有跟室友一起同住的嘛 有这个炸漆饭 然后还有什么的 对反正就是他是有三个室友 有三个室友 所以大家就会关心他 在里面过得好不好 这个是 这个就是真的是不胜唏唏 不胜唏唏 好 再来呢 有一个点就是说 现在发现到说 其实他在当时七月五号的时候 他不是应讯吗 其实在当天的早上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用 传送了案件资料给他的秘书 这位秘书呢 是大概跟了他有十年以来的 一个新妇 一位男生 那后来就发现到 哇 你既然用LINE 可以直接传送这个东西 就代表说 早就已经有管道 知道检察官他要侦办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大家就觉得太匪夷所思 太不可思议了 就是他既然是有管道 事先就知道 所以他也知道他该如何做一个应对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 喔 这很顺利的交保 很顺利的交保这样 原来是因为当时有管道 已经大约知道可能方向是如何 所以他就很快速的可以知道他 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应应 好 那所以呢 现在大家就讲到说 这一位跟了十年的新妇叫谁呢 他叫做施燕廷 那他当时是太阳花学运的这个发言人 他也是郑文燦在台大社会系的一个学弟 那反正至少呢 跟在郑文燦身边也是大概跟了十年喔 他之前曾经有讲过一句话 他说他不想要成为第二个林非凡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这个郑文燦非常得力的一个左右手 而且郑文燦也非常的信任他 你刚才连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案件 他要这个传资料 不知道传给谁的时候 秘书是非常的好的一个伙伴 所以马上就传给秘书 那接下来这个秘书可能 这个也得要去面对一些这个 该被问就被问 好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呢 现在大家就会好奇说 哇 那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做 你看其实本来还有另外一个事情 跟大家做一个补充 好 等一下喔 好 这边呢 就是 就是也发现到有一个消息就讲到 也就是说调查局的这个桃源市调出 当时在侦办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到 哎 好像有人去向这个涉案的地主泄密 而且他泄密呢 就是调查官在监听的时候 听到了一句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话 他这个地主就说 我的电话不干净 有人在听 顺便来问候线上的朋友 吓坏了 检察官吓坏了 想说天呐 他竟然知道了他的电话被监听耶 所以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好像郑文燦他早就已经知道 检掉他要侦办的方向是什么 然后包含连这个被监听的地主 他都晓得他自己被监听 所以其实这风声都已经传 BAN BAN了 就已经传到一个不行了 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也不意外 因为毕竟你看喔 以郑文燦他这么正通人和 然后政商关系这么好情况 而且又当了八年的桃园市市长 你说他的消息管道不多吗 可多了 所以他消息管道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当然他要先事先知道一点风声 或是知道他接下来该如何因应 其实应该都不会是难事 所以那个时候他也是听到了 这个发现了状况之后 500万好 赶快还回去 这个是用借的好吗 不是汇款 不是汇款 是用借的 所以那把他赶快500万 把他归还回去 然后说当时我都不知道 这个黑色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都不知道 不要再问了 不要再问了 好那接着呢 现在就是也有一个这个状况嘛 因为大家就会好奇说 如果现在连郑文燦 连民进党党籍的人 这个市长指标性的一位前市长 都已经落到这样子的下场的情况之下 那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下一个开始去查的 就是可能在野党的相关的县市首长 又或是可能政党的领袖 所以现在被点名的一个高宏安市长 因为他在7月24号的时候要被一审做宣判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柯文哲主席喔 因为毕竟他当时也选过总统 那名嘴呢就觉得说你当时选了总统 然后把赖清德总统的这个所谓的年轻票 要吸了非常非常多去喔 这个赖清德心里也不是很开心 所以可能随时会来处理你喔 所以这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多被点名到的 也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可能在高宏安 然后还包含在这个柯文哲这边 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边呢像有一位这个周轩呢 他就他就讲他自己是觉得很奇怪 他说呢他只有这样讲某市长 或他讲某市长 他说某个市长也有一样的情况 也就是说从头到尾没有被积压 可是呢之前他好像也有跟这种助理啊 什么疑似篡政啊等等啊 他觉得也差不多情况啊 那都没事情啊 这个郑文燦怎么被办得这么快 所以大家就开始看他这个影射 就觉得好像是在讲高宏安市长喔 所以现在目前在野阵营的话 的确开始比较被点名到的 这个高市长一个 那他再来是柯主席一个 现在就是大家会 比较紧张这件事情 但必须要先说 其实你看像这个郑文燦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郑文燦呢他 你如果说他要讲到政治破坏的话 好像也不太合适 因为有些人在帮他思考说 要不要可以讲政治破坏 因为民进党其实 这个看了心情也不太好嘛 今天这个陆委会 陆委会这个副主委梁文杰 他有讲到嘛 这个谁心情会好 看到郑文燦这样谁心情会好 其实民进党他们自己内部是蛮低气压的啦 那你看有很多的立委 原本喔 其实碰到这种事情 照理讲 民进党立委应该是会说点什么 照理讲他们应该会说点什么 但是也没有 大家非常的安静 因为不敢讲话 只有部分的可能 疑似灿系的地方议员 可能有帮他稍微讲几句 可是因为你知道那个 因为知名度可能相对比较没有那么高 所以大家也没有很关注 那就变成说好像也没有人去帮郑文燦讲 但郑文燦你可能也怨不了别人 如果你真的确实的你收了汇款 然后真的有犯罪的话 那也只能公事公办 就是法律上该怎么走就只能怎么走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大家有发现到的 诶 好不好 郑文燦接下来到底该何去何从 会不会就这样 就这样在里面喔 就直接这样在里面的 那你说后续的话 可能民进党接下来 还要处理的一些这种小英男孩啦 或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被点名的对象 现在大家可能也是有点刺勒蛋 然后真的是刺勒蛋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任何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